大家好给您看看这个啊 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啊 劳动力短缺啊缺干活的人啊 劳动力短缺在美国各地蔓延 2022年毕业生缺人啊缺人 不是缺工作岗位是缺人 本年度毕业生遇上多年来需求最强劲的就业市场 一些行业里毕业生的起薪啊 起薪啊就保底的钱多少多少起 是吧或者是啊高达十万美元甚至更多啊 大学生啊啊应届生刚毕业的是吧 这些职场新人啊就要十万美元甚至更多 当然是特定行业啊不一定什么行业 但是同样一件事你看人民日报是怎么报道的 人民日报说了美国因为新冠蔓延 劳动力短缺啊企业缺港严重面临困难 他是从这个角度解决啊来来来切入啊来来解读的 英国我们看看英国啊 英国提升员工的幸福感 英国有60家企业 从6月份开始 试行周休三天 周休三天换一种方式就叫做四天工作制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媒体采访了一个英国 算是比较小型的一个啤酒厂 然后那老板说了说我们就干四天 原来是五天 但是这四天要干出五天的活来啊 你不能说你是吧 这活你干不完实际上你让他多休息一天 其实他磨磨蹭蹭的是吧 全世界的员工伙计都不可能特别努力的干活 你看我们家这前去年前年 比如说安一些东西什么的 有一些安装工啊或者工程师啊 啊比如说这个安那个wifi啊 或者安什么空调啊 反正类似的吧 哎这个我们家没有空调就是这意思啊 就这个 他们就 礼拜五 哎呦我这有事我活没干完呢 其实我知道他就想喝酒去了 泡妞去了聚会去了 他就不想来了 对吧 哎这咱都明白啊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朋友们啊 这又有一个消息 看见了吗 这个应该是苏州啊 说街道赔偿八十万 说八十万哈 说还算可以啊 说要这个价 说女婿是苏州比较有点名气的律师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可能吗 说确实 说以后街道什么的要收敛点了 说都停了 说相关人员的饭碗呀都要麻烦了 说这是一封控告信的结果出来了 社区就是居委会拉去打针的 那个去世的老人 街道赔偿八十万啊 就是为了凑数 他们有经济利益 背后有利益 死计白咧的给人拉去了 老头老人啊 不知道男的女的啊 反正是某一个大律师的 这个丈母娘啊 或者老丈人死了 街道赔了八十万 因为他是律师 他懂法律 是吧 街道一般对律师啊 这种人还是比较忌惮的啊 普通人是吧 街道就吓唬吓唬你 糊弄糊弄你 对不对 踢踢皮球 打打太极拳 律师反正他懂法律 而且街道呢 是这样 他有盏 北京话叫盏 就是有短处 是吧 甭管大官小官都有贪污腐败 你要得罪了律师 是吧 律师当时不理你 可能过一段 他要想报复你 能发现你的一些犯罪的一些蛛丝马迹 能在其他方面给你造成危害 你要是底层的草根的那个平头百姓 那就够呛了 是吧 好吧 朋友们啊 你看看人家英国 你看看人家美国 你再看看中国 是吧 人家那边 起薪就十万 啊 然后一个礼拜七天 上四天的班 咱这儿 这人命都不值钱 对吧 普通人弄死你活该 都不值钱 对吧 感谢观看